今年的旅游规划想好了吗? CNN评选出2014年的十大梦幻旅游胜地 第一名是非洲肯亚的长颈鹿公园 那里有多轻松惬意,看来就知道 这里是非洲肯亚吉利马扎鲁火山附近的一处庄园 庄园主人与八只罗特希尔德长颈鹿同住 因此命名为长颈鹿庄园 Giraffe Manor 在这个庄园,游客可能必须忍受可爱的动物 将头伸过窗口偷吃早餐的犯罪行为 虽然这种行为侵犯了你的隐私权 但是长颈鹿庄园的游客必须得对此行为见怪不怪 当然会来这里旅游的游客 也相当期待长颈鹿不定时的光顾 毕竟这种惊喜,一生能有几回呢? 罗特希尔德长颈鹿是世界上最珍贵的物种之一 它们正面临大量自然栖息地的流失,以濒临灭绝 庄园里的长颈鹿可长到16英尺多高,重两顿,寿命达30年 而在野生环境中,罗特希尔德长颈鹿仅存数百只 每天早上9点,这些动物喜欢长羊在房子旁边舒展身体 它们有特制的饲料,也吃草地周围的嫩汁和树叶 这些长颈鹿还是会从窗户把头探进房间吃东西 不过游客可不能大意 长颈鹿虽然温和优雅,但是非常有力 所以人们看到长颈鹿在花园漫步的时候,也不能太接近 除了长颈鹿,庄园还饲养大量游猪 也就是蓬蓬,蒸起鸟类和手铃 宾客们不仅能与长颈鹿共进早餐 而且还能站在二楼卧室地板上,与长颈鹿亲密接触 真的是一种绝无仅有的体验 也难怪这会成为CNN2014年十大梦幻旅游圣地之一